这家沙锅听说好几十年了吗 我来不进去尝尝 我说这名叫的老培老培能挣钱吗 老培沙锅 你来一般 三 三 四 三 四 看多少钱 看三十年 看三十年了 我跟你说 这是哈尔丁美食地图 一般家没有 就老四号有 上菜 这啥 这是咋们的吗 老培沙场 老培小沙多少钱 看是吧 这菜炒挺干净啊 见又不见气 这是他家独创的这家 这是六十状 这些菜我看就像折鲁 除了素菜跟着肉串一会 木耳 胡萝卜 芹菜 菜花 肉串 几个团肉 一个 一个 五花三团呢 一百团就十五 都完了多钱一锅 十块钱 老汤沙锅 都完了 必须整点辣椒油 五月面 这菜 实际他们做的时候没有啥技术含量 但是得分谁炒 要是我炒 肯定能给你做出来 你这个沙锅 这个都做三十多年了 能做出你的味道吗 北哥 你看你不相信我 我管得还为是上海厨房爱的 对对对 这个事我忘了 我尝一下这丸子吧 这个丸子一点肉香味没有 丸子一般 大家这个三鲜 吃的饱 说是叫饱 实际是跟饱不惯 这个好像是三贝啊 这是鱿鱼 茄子 这有虾仁 这一盘三十磅 哎呀 挺咸的 我吃的鱿鱼吃的很咸 这吃的是减肝鸡那个油 茄子挺入味 茄子打皮了 这是啥呢 这茄子挺好吃的 这味道好吃的吧 刷皮了然后 裹了一层淀粉 炸把油进去 味道吃着不腻 就有这个效果 哎 呦 那是个别豆腐乳酸味 酸酸的感觉 这个 纯六水豆 也有可能出现这情况 他买回来 米糕冷水给它拔上 尝上糖肉 哈冰糖肉 糖肉颜色做的还行 咱们尝尝味道怎么办啊 做不做 很僵啊 咱们第一个肥肉入嘴计划 火锅到位了 盖哥不说它下沙锅一碗呢 虽然说它下30多年了 但是这个菜的味道 没什么激烦的地方 在咱哈尔滨呢 沙锅配套的就是油饼 这个咱也吃完了 这个咱也吃完了 这里的菜给不饮到这样打包了 今天这菜我就不给打了 今天不打不行 哦 真的吗 这东西 就不了了 这面你